我们常常在节目中 跟大家聊到美国相关的一些 排行榜或者是推荐 像是美国的消费者报告 或者是凯莉蓝皮书 甚至于是撞击单位 IHS等等 美国的汽车厂 其实台湾也是非常非常的关注的 美国人喜欢买皮卡 更胜于休旅车 但是台湾人却不是如此 那么今天我们就好好的来聊聊 台美在用车还有开车上面 有哪些差异性 同时近期讨论度相当高的休旅车款 我们也带大家一并来了解 首先我们就请爱大带大家了解一下 在2022年的前三季 美国卖爆的车款 竟然都是皮卡 不只2022年的前三季 美国最畅销的叫做皮卡 其实一直以来 美国最畅销的车型就是皮卡 尤其是它福特的F系列 永远几乎是每年都是它全年度 销售最好的车种 所以那你就说那除了皮卡以外 美国人们都不买其他车吗 有 所以我们今天罗列的是2022年 就是RightNow 前三季的美国销售Top10 排行前十名 那第一名 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好几年 F系列的福特的皮卡 这是永远的第一名 对 那第二名是什么车呢 还是皮卡 还是皮卡 选弗兰的皮卡 第三名是什么车呢 啪 一样还是皮卡 前三名都有皮卡 所以这个就验证了这个 冠仪你刚刚说的 美国人的这个用车的习性 跟我们台湾稍稍有一些不一样 他们皮卡是最受到欢迎的一个车种 那我们在台湾呢却是休旅车 再来看一下第四名 终于有休旅车了 Toyota的RAV4 第五名 Toyota的Camry 第六名呢 Honda的CRV 这就是我们在台湾比较熟悉 以及认识的一些车种 那事实上也是在他们占据 他们排行销售里面 非常前端的一些这个车型 那当然这些车型呢 因为跟他的皮卡的用途上有所不同 所以刚好是不同的使用族群来去使用这样的车 接下来你会看到还是皮卡 然后当然有这种大型的越野休旅车 以及Toyota的这个Carola 最后一名第十位呢 还是皮卡 所以在这个状态之下 我们就说你开Camry 你开RAV4 你开CRV 就是我们台湾的人的一个这个习性 所以大家不要想太多 但是美国为什么这么适合皮卡的车型 第一个美国人很多人都住在这个荒郊野岭 不是在郊区 郊区 他们这个地地广 路途又长 那同时所以你必须要买的东西也会多 尤其是他们所谓的这个采买 可能一个月去一次大卖场 就要买一个月份的 不管是食物生活必需品等等 都必须要有大尺寸的空间 来去载运这一些生活必需品 那皮卡我们知道他的车子呢 两排座位 其实一家五口坐在里面是非常的舒适 因为你现在我们台湾的印象中 这皮卡就是这个福特的Ranger嘛 其实呢看到没有 这些占据排行榜上的皮卡 都是属于比Ranger更大一个尺寸的皮卡 这是尺寸大非常非常多 不管是乘坐的空间或是货斗来讲 都大的非常多 但是你会问说 你只是采买的话 为什么一定要后面是这种货斗型呢 休旅车MPV的型呢 其实还是有一些些差异点 像我就稍微有一点体验 因为我最近买了很多这什么割草机啦 你买割草机 你知道还要怎样 还买一个吹风机 不是吹头发那个喔 你那说在那个草坪上面吹的那种 对 你炒割完 打草打完之后满地都是草啊 怎么办 要不然就买猪八戒那个耙子在耙 要不然就买吹风机吹 但吹风机是好用 为什么 因为割草割完的草 吹风机吹完之后呢 你还可以吹什么 像现在我门口 我院子里那一棵樱花树 刚好面临到这个落叶的季节 当叶子掉光之后 天气再来一年 它就开樱花 所以我院子满地的树叶 每天都要拿吹风机吹 所以你知道那个吹风机 差不多这么大一台 至少就这么大一台 后面再接一个袋子 所以美国人 他们很需要这些配备 冬天的时候还要铲雪除雪 所以一般的这种所谓的休旅车 我已经开了很大一台 可能不够用了 不是不够用 是不好塞 不好放 不好塞 不好放 你想想看这个货斗 插两根猪八戒的扒子 随便开了就跑 那是很方便 但是如果像冠宜 你以前开那个休旅车 也很大 非常不适合 可是叫你带一根猪八戒的扒子 在里面 还得了 你又要这个椅子 又要折下来 中间又要挖个洞 然后把它捅进去 而且中间如果要做人 根本就没办法 如果中间又要再做人 就很麻烦 有 我曾经有试过 买了一根猪八戒的扒子 我就把我第二排 坐于中间那个放倒 对不对 然后我就从中间插进去 说你看看 我这个车还是够大够长 猪八戒的扒子 放进去没有问题 可是我小孩就爬过去了 一脚把那个扒子给踩断 好不容易买一个扒子 就回家要爬草 结果我小孩就把扒子踩断 根本就来不及使用 所以还是这种车型好用 当然台湾 现在开始很流行 所以你发觉 鸿海 它有一个商用车设计中心 它也做了什么 电动皮卡有没有 有 当然它的主力市场 看在东南亚这一块 譬如说尤其像泰国地区 你坐飞机到泰国旅游 你会发觉 泰国除了这个拜佛很旺盛之外 在这些皮卡特别的多 对 没错 因为它是非常实用的一个车型 那当然依照地区道路大小不同 有不同尺寸的这个皮卡 我想像鸿海的这个 Model V的这个皮卡 或者像福特的Ranger 这个尺寸的皮卡 在台湾相对而言是适合的 所以前一阵我们也聊到 你看看福特做皮卡 第一名销售 他做皮卡经验非常多 F150这个尺寸是算是大的皮卡 下来有一个什么 我们讲Ranger Ranger以外还有一个更小的 叫做Mavrik 所以其实我们也蛮期待 如果台湾能够导入 再更小一点点的皮卡 我相信应该会卖得很好 是 谢谢艾大的分析 表示说真的台湾因为地理环境的因素 跟美国其实用车有很大的不同 可是我们刚才看到前十名 美国的皮卡就有占了这个五名 那么在我们台湾 如果你喜欢皮卡的话 我们来看看有哪一些选择呢 乃哥 其实像刚刚艾大说的很好 就是说小一点的皮卡 是不是对于台湾环境会比较友善一点 对不对 像艾大要买那么多东西 我都怀疑他要去选里长 所以才要去清掃这些 不是 他是荷雅郎 割草机 套皮厨艺道 荷雅郎都请那一个里长来割手 来割手 好啦 开玩笑啦 我的意思是说 比较小尺寸的皮卡 在台湾的确卖很好 不要小看 皮卡在台湾的市占率 在新车销售的话 大概有2到3%左右的市占率 其实也不错耶 其实是不错 都破千台 那我们来看 我们在台湾可以选到什么样的皮卡 其实这边很多人大概都很熟悉 Hilax 这个Ranger 三洋的这个Restone Sport 然后Mahindra的皮卡 还有这个Zinger的皮卡 比较新的推出 那我们来看这几台车 它分别有什么一样 不太一样的地方 其实我觉得可以大概切成说 大部分你注意看 大概都在5米以上 其实我觉得当初Mahindra进来的时候 它有强调一点 它是在5米以内 它在4米9几 但是因为这个新年式的关系 它有稍微加长一点 也就是在获得的地方 让你更大的使用 更有使用性 对 那什么人会买这些车 你来看 其实我觉得像Hilax跟Ranger来说的话 其实很多都市人都喜欢 不是像和黄哥那种人才会买吗 也没有 那可能在后面就会讲到 为什么这些怎么让高大上 因为现在很喜欢什么露营 你现在就算你SUV Token能力有多好啊什么 你可能都比不上这种 比较传统的这个Picot 为什么呢 分离式的大梁 这个不是一般车能够 还现在买得到的 卡车的底板 然后动力的输出 柴油的动力 那不是一般我们现在SUV买得到 所以在很多的这个设定上面 它有一些优势 再来的话它承载真的是方便 载货的能力也比较强 载货能力为什么强啊 你只要不要超高超宽超长的话 真的就像爱达说的东西丢 丢丢都是用丢上去的 对不对 不用在那边瞧老半天 还有一个行业是非常适合的 就是什么我们在 自营商吗 对自营商 为什么它很多都是 譬如说在马路上 在修补一些的话 它上下货真的方便 如果你乡行车真的打开之后 再把那么重的机器搬出来 太难了 那这些都会在工作范围之内 或工作的场域之内 所以安全性倒是不用担心说 东西会被偷啊什么的 当然回到家要把它卸下来 不然一般都开到场里面去 对或者是像一些设计师 对很喜欢嘛 比如室内装满设计师 他们有一些很多格西 它就很设计 不只是格西啊 有时候要送一幅画 那画很大 你要拿什么 对啊 开个休旅车好不好塞进去 塞不进去的话 你又帆布一盖 放在皮卡上还不错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譬如说我们一些工业区 进出工业区的时候 它会检查你的车子 有没有偷什么样品出来啊 什么的话 这种开放式的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那个车子减少就会 有些工业区还限制 你要开这种棚式的车 是规定的 所以在这样子的话 所以这两台呢 我觉得说是因为 舒适配备够 造型好看 价格也高了 这样来说的话 其实这一个就很适合 那这个Restorm的话 其实大家很少 去注意到这一台车 当然我觉得说 它的优势在哪里 其实在价格上面 我觉得优势是很大的 但是这车呢 毕竟台湾不是很熟悉 也就是什么 保修啦 改装啦 这些地方 可能有些人就会说 这台车 毕竟算是稀有品牌 应该讲得说 对 但是我们台湾有一些 拉力选手 是用这车去比赛 而且其实我试过这台车 它车内的那个教室的感觉 很够对不对 很像休旅车 韩国车在设计这边 还是我觉得是比较 舒适性也比较好 对 比较怪异一点 就是一个皮卡 应该就是皮卡的样子 他把它弄得像教室 所以问那个沈佳颖 他就比较熟悉 因为他开这个车去比赛 马兴爪刚刚讲过 这种车大概什么地方 看得到最多 别看他 这个傻傻的 一年也卖五百多台 在台湾吗 在台湾 你知道在哪里看吗 台东 台东这些你大概看不到 你说救援的那些 不只是救援 是什么呢 因为当地的环境 我们买那么贵的车干嘛 这个便宜实惠 75万就可以买 出手牌就买 我还买了 来买 税金也够 所以这其实在花东地方 我看非常的多 那ZINGER不用说了 我觉得那个是最适合都会型 还有一边一些小自营商 为什么 它的尺寸就是非常的合宜 然后开起来又溜了 保养场是应该说是非常最多的 因为中华就是做商车起家的 ZINGER的品牌拿出来 大家都说这个好 对保修体系不用担心 都不用担心 所以这个是实惠 然后或者是你要入手皮卡 可以从这边开始 对 我觉得也有点个性 对 好 谢谢乃哥的分析